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股个别发展 中银香港和汇控反复偏远 建行和招行跌1% 白威亚泰上季多赚3成 股价升6% 是表现最好蓝筹 中石油年升6日 收市企稳4元水平 现货金曾经重上1,900美元 金矿股跟随回升 三冬黄金和紫金升1%至2% 个别医药相关股挨沽 若名生物跌半成 是表现最差蓝筹 藤胜和和黄医药跌至新低 本港零售销售年跌两个月 表现差过市场预期 3月零售业总销货值 按年下跌13.8% 虽然跌幅较2月收窄 但差过市场预期 第一季零售销售按年下跌7.6% 按类别划分 3月份除了超市货品和个别食品上升 其他类别都下跌 当中燃料转跌超过一成半 服装跌近四成 珠宝和中标等下跌三成六 政府发言人说 由于本地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打击消费气氛 令到3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急跌 但近期本地疫情又改善 社交距离措施逐步放宽 加上4月初发放第一期电子消费券 相信会为零售业带来支持 美国将京东和网易等 超过80只中国概念股列为有除牌风险 中方说 不代表这些公司一定被除牌 美国收紧当地上市中国企业在财务审计的监管 如果连续三年都未能达到要求 最快后年会被强制除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每周三将超过80只中国概念股列入 有除牌风险的临时名单 包括京东、网易、不利不利等 连同确定名单 已经有超过120只股份上榜 美方主要指控这些企业 未能给他们审查核素C 也不能获取会计底稿 中方表示 中证监就此和美国相关部门沟通 分析相信对这些公司实际影响不大 京东回应指 一直寻求解决方案 继续遵受中美相关法规 保持在香港和美国的上市地位 无线电视记者周术定报导 美国联储局加息半离 幅度是22年来最大 金管局预计本港息率上升的时间 可能较上次加息周期快 呼吁市民置业的时候要留意风险 面对40年高位的通胀 美国联储局今年内第二次加息 更快收紧货币政策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 调高到0.75至1厘 是2000年以来首次加息半厘 下个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最多每个月减持950亿美元的债券 收回金融市场的资金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引述市场估计 缩表效果相当于额外加息四分一离 不强调高度重视通胀风险 未来两次议息都会考虑再加息半离 但暂时不考虑大幅加息四分三离 市场预期六月和七月各加息半离 全年合共再加息最少两离 香港金管局也跟随将贴言窗基准利率 挑高半离至1.25离 总裁余伟文预计 本港的息率上升的时间 可能较上次加息的周期组 港息上升和美息上升是会有一个时间差的 是会滞后的 这个滞后的时间今次就应该比上次短 但是多快都要看看港市市场 对港元资金的供求是怎样的 市民他们在做他们买楼做按揭 或者借贷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利率风险 本港银行没有跟随美国加息 汇丰和中银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离 渣打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25离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有地产家人士认为 加息周期对楼市影响有限 银行自己在做按揭的态度上 还是很积极的 他想做生意 没理由阻止买家日市的意欲 即使同意拆息上升 银行还可以调校自己加息差的距离 对楼市的影响就不是那么直接 恒大地产旗下两只债券的持有人 同意将对付日推迟6个月 根据公告 恒大地产两只债券的持有人 在会议表决通过调整债券的对付日 由5月6日调整到11月6日 另外澎湃新闻报导 内地建筑公司上海建工说 将会对恒大等高风险的内房企业违约 采取法律手段追讨9分的款项 有调查显示 内地服务业的表现是超过两年来最弱 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4月跌至36.2 是前年2月以来最低 新业务量跌幅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 收费水平8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降 继续制造业 综合采购经理指数4月跌至37.2 同样是前年2月以来最低 编制指数的机构担心 物流不畅信是最大的问题 投入成本持续上升 但出厂价格由升转跌 反映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剧 呼吁加强支持受影响 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 欧洲故事 三大主要指数早短的向上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84点 巴黎Cat指数升113点 德国Dex指数升203点 休息一会 算订回会报道 户外运动或者身处交易公园都无需戴口罩 食肆放宽到8人一台 牙博管社区治疗中心关闭 来港协助抗疫的内地医护最后一批离开香港 户外运动 户外运动或者身处交易公园 无需戴口罩 食肆亦可以8人一台 一个身位挨过去 不用戴口罩打球 戴球时感觉都快些 政府即日开始逐步进入第二阶段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在室外做运动或者在交易公园 不需要再戴口罩 一些教静态的活动 例如是灑太极等等 有市民没戴口罩 就自觉站远些 减低传播风险 也有不少人跑步 仍然坚持戴口罩 泳池泳滩也重开 但刊文署说泳池虽持过滤和消毒 最快下星期四开始才可以重开 姚昌泳的可以先去沙滩过穴 舒服了一斤没拉得那么紧 整天坐很辛苦 凌迟下星期才可以重开 所以就先在这里 犹豫先 市民来到沙滩玩 也要遵守限聚令 最多四个人聚集 不是游泳的时候 即使是晒太阳 都要戴花好的口罩 食肆即日开始 也放风至最多八人一台 在观塘一间酒楼 也在附近上班的僱主 带员工出来松一松 没有什么机会 都在办公室吃 吃到有 任他们吃 有一家七口 终于可以聚首一台 先 媳妇 儿子 很开心 还有这么多人喝茶 当然是开心 酒楼说母亲节 和前后两天的首轮晚市 预约已经满了 大约三成半是八人台 政府宣布放宽到八人一台之后 电话即时响不停 增并长工也来不及 只要用着男士工顶着 他说仍未放宽至十二人一台 预计母亲节的生意额 仍然有疫情之前少量性 母亲电视机车 邓杰瑩报道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 连续两日 徘徊在三百多宗水平 新增321宗个案中 输入个案占17宗 学校情报多26宗阳性 包括24个学生和2个教职员 其中一间小学有2个学生确诊 来自同一个家庭 全部人检测阳性后 都没有回过学校 社交距离措施 进入第二阶段的放宽 当局说市民要继续保持警觉 这个数字其实较去 较到上两波 第三波和第四波 每个高峰 最高峰的时候 那个数字 都有一个一倍 就是双倍了 当放宽了社交距离措施之后 都有机会存在一些变数 然后接下来有个长假期 加上母亲节 可能市民会多了外出 多了一些跨家庭聚会 或者一些聚餐 都会有机会令到可能的传播会增加 共立医院多五个新冠患者离世 其中一个男人星期一凌晨 在街上被发现神志不清 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而未能够确定他的年龄 他送院证实脑出血 入院的时候检测发现他病毒量低 情况一直恶化 然至星期三凌晨死亡 另外四个死者介乎86至97岁 第五波累计9120人死亡 无线电视机者韩曼君报道 阿博管社区治疗中心昨日起关闭 来港协助抗疫的内地医护 最后一批今日离开香港 医管局希望内地医护未来可以协助 解决本港医疗人受不足等的问题 本港疫情逐步回稳 391个内地缓港医护也都分批离开 有市民到酒店送礼物表达谢意 首批缓港的内地医疗队 在三月初疫情高峰的时候到港 总领队崇宇田是其中一员 他说见到香港逐渐回复生机 全体队员都相当震烦和鼓舞 昨天晚上在亚伯馆举行了一个闭馆关灯的仪式 亚伯馆从此转为备用 我们希望他永远备用 不要再持用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联办副主任何正 医管局主席范雄凌等出席宽送仪式 林郑月娥说内地医护来到香港之后 很快和本港的医护建立默契 合作治疗了1,200多个新冠病人 坐立贯彻分层分流的治疗策略 坐到床等人 中西医团队除了共同评估新冠病人的病情外 也共同值班 共同寻法 共同商讨 制定及提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做到一人一个方案 代表特区政府 和所有的香港居民 向内地远港医疗队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医管局说 两地的医护已经建立了良性互动 和联络机制 我希望是只是一个开始 将来在台湾区不断的发展的情况下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跟我们医管局 交流合作 帮我们解决我们很多人手不足 服务不够 种种问题 中联办副主任何正就说 今次中央以非常之举 应对非常之事 及时对香港施意援手 再次证明祖国永远是香港最坚强的靠山 接待内地医护的旅游班 下午4点多陆续抵达深圳湾后岸 在港的抗疫工作正式告一段落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导 台湾单日新增3035宗本地病例 首次突破3万宗 大部分病例出现在北部 其中新北市连续两天傍晚 其次是台北市有6000多宗 增增5宗死亡个案 包括一个20多岁男人 他生前患有神经系统疾病 长期臥床 需要使用呼吸器 另外当局宣布即日起 居家隔离等人士 只要快速检测程阳性 经医护确认之后就视为确诊 不需要再做核酸检测 同时放宽使用抗疫口服药的条件 是部分居家照顾的确诊者 美国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突破100万 死亡数字全球最高 国务卿布林肯证实确诊 他过去几天没有接触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确诊之前 港会见到访的瑞典外相林德 两人都没有戴口罩 国务院发声明说布林肯病症轻微 将案指引在家旁边 声明又说布林肯星期二和星期三早早做检测 都是情阴性 他同日下午在科威特大使馆出席活动之后 出现病症 再做检测结果呈阳性 布林肯原定今天发表的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要压后 60岁的布林肯完成接种和打左加强劲 他星期二会见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 上个星期六和太太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晚宴有大约2600名奔载出席 包括总统拜登 政府官员 记者等等 白宫和国务院都表示 布林肯过去警日没有接触总统拜登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 拜登星期二做过检测结果呈阴性 副总统何感丽上个星期亦确诊新冠病毒 星期二已回去白宫工作 另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统计 自新冠疫情爆发27个月以来 全美国累计超过100万人染疫死亡 是全球死亡数字最高的国家 抛尼排第二录得超过66万宗死亡个案的巴西 美国现时仍然每日有大约360名患者离世 当地累计确诊接近8200万宗 就控中心数据说 截至今年2月 未打针的患者死亡风险 比完成接种疫苗 并以打加强劑的高出20倍 无线电视记者史乙斌报道 北韩被指昨日试射弹道导弹 但当地官媒未有如以往惯常的做法 在试射之后一日发布消息 美国谴责北韩射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敦促各方巡外交途径 达至朝鲜半岛持久和平 南韩官方说 北韩星期三中午左右 从平壤信安机场一带 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但北韩官方媒体 包括党部劳动新闻 朝中社和北韩中央电视台 都未有报道有关消息 北韩一般会在试射第二日 透过官媒发布有关消息和图片 南韩行联社分析说 意味今次试射可能失败 在3月中南韩曾经说 北韩试射怀疑火星17洲制弹道导弹 但由于飞行高度不到20公里就爆炸 相信是失败 北韩官媒第二日也未有报道 不过南韩军方说 星期三的第14次试射未必失败 北韩可能是刻意缩短射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谴责北韩试射导弹 显然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威胁伦国和地区安全 强调美方对日韩的防卫承诺坚如盘石 促请北韩停止挑衅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透过发言人回应 说北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 和使用弹道导弹技术 只会加剧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 敦促各方从外交途径 达至朝鲜半岛持久和平 和完全可以验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虽然北韩未有证实星期三试射导弹 但当地主要官媒就发表文章 批评南韩后任总统 尹岳立场亲美和对立 又形容尹岳的国防外交等部长人选 是亲美的拆鞋仔 无线电视记者史义斌报道 回到另一节新闻